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來解這個等次 我們先將這個零點找出來 等於零的解找出來 這個東西等於零的話 它的解在哪裡呢 在這個 2a分之1 加減跟號 B平方減417 1 417 加上 4 3 12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1加減 根號13 就當你 X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1加根號13的時候 這個等於零 當你X等於 2分之1減根號13的時候 這也等於零 當X大於什麼呢 2分之1加根號13的時候 是正的 因為這個可以因式分解成多少呢 分解成X 減掉2分之1 減根號13 乘以多少呢 X減掉2分之1加根號13 可以因式分解成這個 如果等於零的話 那X根就是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那這兩個相整的話 當你X大於這個大根的時候 那這個是正的 這也是正的 這個時候這個就是正的 大X小於這個大於這個的時候 這是負的 一個正的一個負的 這個的話是負的 這個是正的 大X小於這個值的時候 兩個都是負的 所以小於等於零 不對啦 兩個都是負的 負的正 所以這個區域是正的 那現在要求小於等於零 所以是在這個區域 等號有成立 所以這X呢 它就小於等於 2分之1加根號13 那大於等於多少呢 2分之1減根號13 這個就是它的幾 2分之1